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军打造巨型水下5库舰 配72枚巡航导弹火力惊人 俄罗斯卡尔以前主要装备的是 八岗岩潜射的反舰导弹 它的主要作战任务是针对航母 俄军苏35展现强悍战力 俄同情战机再续锁定F-22 俄罗斯空前军已经开始利用苏35 去琢磨针对这种先进引擎战斗机的 这种反制战术 俄轰炸机突破每战机拦截 奔袭上万公里直扑美国后院 所以我现在是认为 就是安124里面 它应该挂了或者说装载了 它非常重要的一些武器形容 那么相当于把刀子就怼在 那不是怼在美国的前胸上 是怼在美国的后腰眼 军事专家陈虎 房兵 李立 魏东旭 为您深入解答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军情纵览 近日 代号雄鹰7的中巴空军联合训练 在巴基斯坦柏拉利空军基地举行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还登上了参演的 中国歼10C战机 亲身体验了歼10C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全玻璃座舱 举悉 歼10C是歼10系列的最新改进型 具备优异的机动性 先进的航电系统 和强大的对空对地攻击能力 中部战区空军谋旅 近日成功开展了难度极高的 歼10B单座机 双座机 夜间空中加油训练 中国加油机目前采用软管加油 由于软管和追套会在大气稳流下 无规则漂白 对歼难度极高 白天尚且如此 夜间空中加油难度就更大了 稍有不慎就会发生事故 是飞行员水平的试金石 前不久 美军的一架KC-130加油机 就在夜间加油时 与FA-18战机相撞坠毁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军情 大家看 首先我们有请军事专家 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 欢迎陈老师 好 我们来看第一条 口径巡航导弹 这几年在叙利亚市出尽了风头 最近俄军打算把它装备到一款 让美国航母为之胆寒的 水下杀手上面 我们来了解一下 俄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瓦基·杨茨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目前正在对949A型核潜艇 进行改造 加装72枚口径巡航导弹 据了解 949A型核潜艇 北约代号奥斯卡二级 是火力最强的巡航导弹 核潜艇之一 满载排水量高达 22500吨 超过一些国家的轻型航母 可依次骑射24枚 花岗岩反舰导弹 对航母战斗群 实施饱和打击 广东从话的网友 射水于提问 俄军奥斯卡二级核潜艇 换装了口径巡航导弹 是不是说明 它的主要作战任务 发生了转变呢 确实是这样 我们知道奥斯卡二 以前主要装备的是 花岗岩潜射的反舰导弹 它的主要作战任务 是针对航母 这样的大型舰艇的 作战群 现在换装口径巡航导弹 我们知道口径巡航导弹 更多的是对付岸上的目标 那么也就是说 换装之后 奥斯卡二的主业 就从反航母作战 变成了对陆攻击作战 美国也有四艘 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核潜艇 为什么美国都喜欢 搞这种武库艇呢 因为这一类的潜艇换装 像旋航导弹这一类的武器的时候 它的装备数量可以很大 而且潜艇在水下横行 隐蔽性很好 那么你不知道它走到哪 随时它可以靠近你 对你的陆上目标 实施大数量的导弹发射 这是一种很恐怖的战略级的威慑力量 好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张图 大家看 图上这些船是不是很像渔船 但是如果我告诉您 这些船其实是袖针导弹艇 您相信吗 今日台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预算案 计划四年内打造60艘快艇 预算总额高达316亿新台币 这项计划的目标是 研发外形如同渔船的 隐身微型导弹突击艇 艇上配一发雄风2反舰导弹 和若干尖扛式防空导弹 平时部署在渔港 伪装成渔船 一旦有任务 便可实现一艇带一弹 一弹灭一箭的目的 福建张普的网友 飞夺卢定桥提问 台军竟然想到 要依靠渔船来掩护实施攻击 这不是拿台湾渔民当人肉盾牌吗 本质上说 这确实属于人肉盾牌战术 因为这些导弹艇模拟的目标是渔船 那么也就是说实战当中 如果对方想彻底消除这种威胁的话 那么一旦出现在射程范围内的渔船 可能也要遭到打击 确实这种可以是典型的人肉盾牌战术 台军想用一大堆的导弹艇来 以小博大 这个战法可行吗 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战法是很好的一个战法 但实际运用当中会存在很多的问题 因为这些小艇 它不能架设太大的雷达 也就是说它发射导弹的时候 对方目标的各种参数 需要靠岸上来获取 把这个目标参数 传输装定到导弹上 也就是说它的控制中心在岸上 一旦遭到大规模的电子压制之后 那么这些小艇就会变成笼子 就是一群无头苍蝇 对 好的 最近一年来 装备F35隐形战机的国家 是越来越多了 然而刚刚喜提F35的澳大利亚 却碰上了一件烦心事 我们来看一下 今日美国向澳大利亚 交付了首批F35A战机 此前澳大利亚赤资170亿美元 购买了72架F35A 但是美国媒体很快 给喜喜洋洋的澳军泼了一瓢冷水 据悉 由于澳大利亚极度干燥与炎热的天气 导致F35水土不服 在极端情况下 可能每次飞行后都得更换隐身涂料 一旦隐身涂料受损 F35的隐身性能将荡然无存 英国媒体甚至声称 此时的F35在雷达屏幕上的大小 相当于一架波音747克机 内蒙古包头的网友 力大飞砖提问 F35的隐身涂料真的这么娇贵吗 澳大利亚之前 难道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吗 其实呢 现在美系的隐身战机都存在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它的高度隐身 需要依赖外表的这个隐身涂料的 而隐身涂料确实是相当的焦气 那么不同的温度 不同的操作情况下 它会磨损会剥落 所以我们看到呢 美系的隐身战机在维护保养上 通常都是十分麻烦的 它要有横温横湿的机库 每次飞行回来之后 要有加倍小心的维护 所以用起来确实是很难刺 那么陈虎老师 其他的四代机 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 只要你使用隐身涂料的话 现有的隐身涂料 都有这样的一个缺陷 那么根本的解决办法是 我少用甚至不用 隐身涂料 其实呢 不久前 我们在中国举行的 珠海航展上 就曾经看到了 一家民营企业 展出了一种叫 超材料的隐身材料 那么这种隐身材料 它不需要这种的隐身涂藤 材料本身就具备 吸波隐身这样的一个效果 如果大量用这种材料的话 就可以改变四代战机 难伺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隐身涂料 解决不了问题 隐身材料才是问题的 最终解决方法 对 所以呢 美国现在在这方面 也在加进研制 不过他们的研制进度 明显的要落后 好的 感谢陈胡老师的精彩解答 观众朋友 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 军情大揭秘 国军苏三五密集实战军链 展现超强多用途战力 那么证明我们对这个系列的飞机 从里到外基本是臭 美俄秘密空战细节曝光 苏三五跨带逆袭 锁定F-22 那么展示军事存在 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把它最先进的空炸机 派出去 向美国人展示自己的空中铁权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军情大揭秘 近日 我军集中披露了装备 苏三五战机的空军航空兵谋旅 连续组织苏三五战机 跨昼夜飞行训练 锤炼夜间实战能力的试剧 这支被誉为南疆力舰的航空兵旅 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 战斗力持续也升 航迹不断远伸 在南海战巡绕岛巡航中 续写了英雄部队的新传奇 而在苏三五的故乡 俄罗斯 俄军飞行员驾驶苏三五战机 从叙利亚到白令海峡的多个地区 与西方战机展开了一连串的角逐 作为一款兼具颜值与力量的战机 苏三五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空战撒手锏 在与美国空军的较量中 苏三五为何能够锁定不可一世的F22隐形战机 作为俄罗斯战机的代表作 苏三五能否顶住美国制裁的压力 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切下更多的蛋糕呢 今天我们邀请了军事专家防兵李力魏东旭 为您深入解答 今日在空军驻南方某机场 装备苏三五战机的空军航空兵某旅 组织新型战机跨昼夜的飞行训练 在两台矢量发动机的推动下 苏三五战机以超过30度的仰角直冲云霄 进行了包括空战和对地攻击在内的多科目练习 公开画面显示 在夜间训练中 我军苏三五战机打开加力 拖着长长的尾焰升空 展示了高密度的夜间实战训练 据悉苏三五战机拥有强大的非常规机动能力 在近距格斗中具有很大的优势 苏三五拥有超强机动性的秘密 是两台大推力的矢量发动机 这两台发动机呈33度斜角安装 在纵向或横向都能实现偏转操纵 除了先进的矢量发动机 央视还披露了苏三五独特的售油管设计 苏三五战机具备空中加售油的能力 它的售油管隐藏在机头内部 既保证了其良好的气动布局 也可让战机飞得更远更快 周夜间空中加售油训练 是苏三五改装过程中的重难点科目 在一次远程突击突防中 多名飞行员操纵战机 与加油机精准对接 完成加油后 战机间通过数据共享 对地面目标实施精准打击 验证了新型战机 小体系联合作战样式 作为一款入役不久的新型战机 我军的苏三五已经完成了 包括夜间空中加油在内的 大量高难度的科目训练 黄老师 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好的 我觉得作为我军装备的最新的一款 从俄罗斯引进的苏三五战斗机来讲 它能够快速地形成这样一个作战能力 应该说是放到了一个奇迹 因为我们的部队 拿到一款新型战机之后 你首先要掌握它 要完成基本的技术科目的训练 另外跟加油机之间的这种训练 而且这种机种 诸机种之间的协同训练 也同样要经历一个 从简单气象到复杂气象 从骤间到夜间 那么这样一个逐步升级这样一个过程 而这一系列的过程 我们看到都在短短的 大概也就一年多的时间之内 全部完成 那么这标志是什么 我觉得至少可以看出两点 标志着 第一 我们的航空兵部队 特别是拿到苏35的新型战机的航空兵部队 你这个训练化的水平是非常之高的 就是那么第二点 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的就是 不仅仅是我们航空兵部队 飞行员的训练水平是在迅速提升的 你这个飞机能不能飞得起来 老实讲 说飞行员说了不算 这是保障 你的地面的机物 包括综合的保障能力来决定的 而作为中国空军引进的苏35战斗机 它跟你国产的飞机还不一样 是引进的 那么这个对于保障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而我们在这方面显然是没有扯后腿 更何况我们自己也有国产化的 双发的像殲-11 殲-15 殲-16 这种相似的型号 那么证明我们对这个系列的飞机 从里到外是基本吃透了 我觉得这两点应该是我们能看到的 作为苏27系列的终极型号 苏35的身影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地 与西方战机展开了多次较量 前不久 一名俄军飞行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 美军F-22被苏35锁定的照片 照片中出现了一架被套在苏35准心中的F-22战机 据悉这是由苏35装备的 OLS-35红外传感器拍摄的 拍摄照片的俄军飞行员声称 这架俄军苏35与美军F-22战机之间发生了一次短暂的空战 F-22随后受到了惩罚 从双方态势可以看出 F-22逃脱苏35攻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场空战的地点并没有披露 但美俄现役最强战机之间 已经发生了多次近距离对峙 此前在双利亚战场上 俄军派出两架苏25SM攻击机 对敌方目标进行猛烈攻击 随后美军出动两架F-22战机前来拦截 不断扰乱苏25的飞行路线 并发射红外干扰弹 面对F-22的拦截 苏25攻击机完全无法招架 随后一架苏35战机赶来增援 对于苏35与F-22的这场较量 双方各执一词 美方声称 F-22对这架苏35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跟踪 而根据俄方的说法 前来增援的苏35迅速发现了美军的F-22 从后方咬住了F-22 并最终将其驱离 今年9月 在东方2018战略演习中 两架俄军图95战略轰炸机飞越白令海峡 前往阿拉斯加附近空域 美军派出两架F-22前来拦截 然而前来护驾的两架苏35战机随即出现 令猝不及防的F-22十分狼狈 从俄方公布的照片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苏35锁定了美军的F-22战机 这是否意味着它有能力打破F-22的隐形神话呢 魏老师 可以说啊 苏35战斗机针对F-22的这种锁定 首先是战术运用非常成功 那么它主要是运用了两种战术 第一种战术叫做守株待兔 那么大家都知道 美国空军针对叙利亚的地面目标进行打击 包括在相关的空域进行巡航 它是有大型的空中加油机进行相关的支持 那么俄罗斯人呢就紧紧地盯着美国空军的大型空中加油机 结果呢 俄罗斯人的苏35在叙利亚的空域不仅等到了F-15和F-16 其实也等到了美国空军最先进的F-22猛禽隐形战斗机 并且利用一些光学设备对它进行了瞄准锁定和拍摄 那么另外一个战术呢叫做以役代劳 比如说俄罗斯空间军会派出图九五 这种老旧的笨重的轰炸机飞越北极的上空 那么当F-22接近俄方的轰炸机的时候 我相信俄罗斯飞行员会操纵苏35 从更好的角度从更好的位置去锁定F-22 那么这就意味着现在俄罗斯空间军已经开始利用苏35 去琢磨针对这种先进隐形战斗机的这种反制战术 或者说这种压制的这样一个战术 苏35战机的前身苏两棲战机不但是航展上的明星 在空战中也取得过辉煌的战机 2001年在非洲之小的一场冲突中 埃塞俄比亚空军的苏27与厄利特利亚的米格29战机 展开了一场生死对决 最终苏两棲战机凭借更大的载弹量和更好的机动性 成功击落三架米格29自身无一损失 苏霍伊设计局宣称 作为苏两棲的终极改进行 苏35凭借探测距离达400公里的雪豹E相控阵雷达 不但能够打得更远 还能有效应对各种隐身目标 在进入近距格斗后 苏35更是拥有绝对的控制力 凭借决斗空战决策系统 能够及时提示飞行员进行攻击和规避 有效压制敌方战机 如此之多的优异性能吸引了不少关注的目光 今年3月 印度尼西亚宣布以1亿美元的单价购买11架苏35 然而美国随其搬出 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 要求印尼取消合同 转而采购自己的F16V战机 对此俄国防部副部长福明表示 美国制裁造成的压力与恐惧 永远无法阻止俄罗斯的军火出口 面对美国在全球的制裁和打压 苏35能否顶住美国的制裁 在与西方战斗机的竞争中 切下更多的蛋糕呢 林老师 我觉得俄罗斯如果说 凭借它的比如说像现在已经晚出炉的 包括苏35包括米格35 这样一个四加加型的战斗机 真正形成和五代机 美国已经形成了全球不适的 这种垄断的地位相挑战 应该说这个胜算不大 但是并不是说它就没有条件 因为首先我们看到 就是美国它这个垄断 实际上是在它传统的势力范围 那么其他比如说像一些中立国家 也包括一些摇摆国家 过去有可能又想买俄制装备 又想买美制装备 那么它也可能在美国的压力下 倒向美国 你包括这次印尼的采购 所以俄罗斯呢 它现在它上走的 就是这样两条路线 一个呢就是加大 它自己空军的装备的数量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它是寻求更大范围的 这个势力的拓展 从现在的意向来看 你包括像越南 也包括像阿尔及利亚 它没有美制装备的采购渠道 那么我觉得这些国家呢 应该说它是俄制装备的 非常重要的势力范围 因此我觉得我们要是衡量 俄罗斯实际上 它在更大的军火板块当中呢 它还是有自己非常强大的竞争力的 好的 关于苏-35战机的相关话题 我们先聊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俄军轰炸机在美国周边 展开演习的相关消息 俄军图160凸陷墨西哥湾 美军猛禽战机拦截失败 下一步就是有可能 我会在整个的加利比海 出现一个俄罗斯 所自己专属的这样一个军事基地 美俄军力直指对方软肋 古巴导弹危机或将重现 你想想看那是什么感觉 那不就是翻版的古巴导弹危机吗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近期从叙利亚到乌克兰 美俄两国互不相让展开了激烈的博弈 俄军更是在最近践走偏锋 派出了图160战略轰炸机 不远万里奔赴南美 直插美国的后院 展开了空中突访演习 俄罗斯还声称将会在这地区建设军事基地 实现战略打击力量的常驻 对美国本土构成了直接的威慑 面临后院起火尴尬境地的美国也不甘示弱 在研发新一代轰炸机的同时 还派出了战舰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 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 并加速装备F35C战机 实现舰载机部队全面隐形化 俄军出现在南美 为何会令美军如临大敌 美俄竞相前往对方的后院示威 是否会使得矛盾进一步升级呢 面对美军不断强化的海上 隐身打击能力 俄军有何应对之策呢 今日俄军出动两架图160轰炸机 在安124和1262的伴随下 飞越巴伦之海 挪威海 大西洋 以及加勒比海 降落在委内瑞拉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 总航程达1.2万公里 在俄军轰炸机抵达时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一名女记者 还大胆地站在了跑道上 与这架重达270吨的全球最大轰炸机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 在图160抵达后 委内瑞拉空军派出战机与其进行了联合突访演习 据悉在这次火药位十足的联合演习中 图160在伪空军苏30MK2战机的掩护下 静止向北展开超音速突防 不仅闯入了美军墨西哥湾防空识别区 还一度抵近美国佛罗里达州 如临大敌的美军出动了数架F-22战斗机拦截 有观察指出 面对载油量高达148吨的俄军轰炸机 F-22的超音速巡航能力显得小屋见大屋 在这场拦截中疲于奔命 难以进行有效的干扰 俄军轰炸机直到靠近美国领空才掉头返航 F-22最终无功而返 尴尬的美国军方声称 未来不排除同样派遣战略轰炸机 前往俄边境示威 美国国庆蓬佩奥激烈指责俄罗斯的行动 称俄方是在浪费公共资金 美国媒体还煞有介事地宣称 图160遭到了哥伦比亚空军诱尸战机的锁定 然而事后有报道指出 这张照片其实拍摄于2013年 与本次事件毫无关系 面对美方的指责 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 此举完全正常 并且类似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俄军轰炸机在美国周边 大摇大摆地进行超音速突访演习 双方可谓是互不相让 黄老师 您认为俄军未来是否会采取 进一步的动作呢 我觉得这个力度已经可以了 已经够劲了 如果再升级的话 你看这种 这次这个事已经闹到什么程度 第一 俄罗斯我的战略轰炸机 这个图160战略轰炸机 我们看到在它加油机的支援下 直接从俄罗斯本土 直飞美国的后院 我到这抵达之后 然后经过短暂的准备 再次起飞 直接闯乱美国的所谓防空识别局 而且是跟委内瑞拉空军的 苏系列的战斗机 进行了这样一个联合的 突击突防的训练 老实讲 这个动作的这个火药味 或者说箭头所指 已经是可以讲是司马昭之心 这个路人皆知了 我们如果比较一下的话 我觉得堪比1962年 那是半个多世纪之前了 堪比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大家不要忘了 当时古巴导弹危机 闹到那种程度 美苏双方甚至到了 剑拔弩张 第三次世界大战 甚至核大战一触即发的地步 大家想想看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而这次老实讲 轰炸机是过去了 只是没有常驻 如果下一步 真像俄罗斯之前所威胁 或者说它所设想的那样 真在中美洲 你是委内瑞拉也好 或者其他这个国家也好 跟美国看不顺眼的国家也好 我在那搞个空军基地 我不用多 我放一两家战略轰炸机 我在那长度一下 你想想看那是什么感觉 那不就是翻版的古巴导弹危机吗 那不相当于把刀子就怼在 那不是怼在美国的前胸上 是怼在美国的后腰眼上了 我随时一刀就可以捅进去 所以这种动作 大家想想看 一些动作放在这 那意味着什么 美军声称要出动战略轰炸机 欢迎颜色 李老师 您认为美军会在哪个地方下手呢 我觉得这是美国的一个表态 但是从真正下手方面 它上已经采取了实际的动作 你比如说一个就是大家看到的 它派出了麦坎贝尔 也就是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 到了彼得大帝湾 如果说它到了这个位置 那我觉得这个恐怕比战斗机 在空中的巡航 较近距离地逼近对方的 所谓的势力范围恐怕来得更直接 因为这样一个行动呢 本身是从1987年以来 那么这么多年 三十多年了 那么第一次有这样的 强势的行动出现 那么第二个攻势的这个行为呢 我觉得美国所采取的就是 它在12月11号 就在太平洋海域呢 进行了最新一轮的 陆基宙斯顿的导弹的试射 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 也是专挑了俄罗斯最反对 而且是最坚决的 反对的这样一个区域 所以美国现在呢 应该说它完全可以采取 这样一种形式 当然同样也可以采取像 B2啊 B1B组队 包括B5上 通过远程奔袭的方式 那么再上空绕一圈就走 那么下次呢 有没有可能从水下 派出它的核潜艇 那么近距离的逼近对方的 包括它的 我们可以看到 彼得罗巴佛罗斯克 这个地方呢 它实际上是相当于 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 这样一个基地 让你没有发现我 等我离开以后 我再公布我的这样一个路线 我觉得这个呢 实际上都是美国人可以做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 抗议一万次 也不如战略轰炸机的翅膀 煽动一次 有媒体报道 俄军战略轰炸机前往南美 无异于在美国的后院 埋下了一颗威力无穷的 定时炸弹 据报道 俄罗斯正计划加强 在美国周边的军事存在 将在加勒比海的 奥尔奇拉岛上 部署战略轰炸机 该岛距委内瑞拉首都 约200公里 拥有完备的军事设施 如果这一构想实现 从这地区起飞的俄军轰炸机 将能够直扑美国本土 对于这一消息 美国方面反应强烈 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惠特克 还嘲笑俄罗斯轰炸机 十分老旧 只能算是博物馆展品 起不到调性的作用 对此 俄国防部发言人 科纳神科夫少将表示 图160仍然是最先进的 远程战略轰炸机 可以轻易突破 美国的防空系统 目前俄罗斯正在恢复生产 最新型图160M2轰炸机 图160M2 在继承了图160 两马赫的高速 和60吨的载弹量的同时 通过对NK32发动机进行升级 使得航程增加了1000公里 还能挂载射程达5000公里的 KH101巡航导弹 有分析指出 南美洲是美军兵力部署 最为薄弱的地区之一 负责这一战略方向的 美军第四舰队 既没有航母 也没有其他大型舰艇 俄军一旦进驻后 将直插美国软肋 打乱美军在全球各地的战略布局 一旦这一部署计划实现 美国势必做出强烈反应 1962年 苏军轰炸机和导弹 进驻于美国隔海相望的古巴 美国海军倾巢而出 出动航母在内的大批兵力 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海上封锁 两国险些爆发核大战 这场危机最终以苏军撤离告终 俄军要在南美部署 战略轰炸机等大杀器 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弹 俄罗斯为何要在这个时候 直插美国的后院呢 魏老师 那么我认为这个时机的选择 主要还是针对美国在全球的 一些兵力调动的一些情况 那么现在美国呢 已经针对黑海方向 包括针对俄罗斯的一些软肋的区域 进行了这种兵力的调判 包括出动一些侦察机 无人机 甚至包括出动水面舰艇 针对俄罗斯的相关的区域 进行这种抵近的侦察 并且展示强大的这种威慑能力 和进攻能力 那么对于美国人 把刀摆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俄罗斯人肯定会还以颜色 那么在一些美国不设防的地区 俄罗斯就要展示军事存在 那么展示军事存在最简单 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把它最先进的轰炸机派出去 向美国人展示自己的空中铁拳 俄军在这地区持续推进部署 会不会引发类似古巴导弹危机的 新一轮摩擦呢 李老师 我觉得这次应该说呢 俄罗斯的本意呢 它不一定是为了推进 就是类似于核武器的这样一个部署 原因呢 我们可以看几个细节 我觉得它这次这个编队当中呢 它出现了有一些和过去不一样的元素 也就是和当年2008年 2013年两次到美内瑞拉的 不一样的一个元素 就是安124 这个安124呢 我现在觉得呢 它应该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谜团的 它还有一架 就相当于它目前的1262嘛 1262完全可以用于运送 100个人的这样一个任务 所以我现在是认为 就是安124里面 它应该挂了 或者说装载了 它非常重要的一些武器系统 你包括有没有可能 搭载了几架吧 战斗机 那么也有可能在里面 有它的陆基的这样一些 比如说整个用于反导拦截任务的 S300 S400 那么甚至我们也可以想 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坦克 而且呢 它讲图160呢 它这种这一次的例行的训练 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 所以它将来呢 会形成持续性的态势 就是它实际上通过 图160先期的这样一个探索 形成的下一步 就是有可能 我会在整个的加勒比海 出现一个俄罗斯 所自己专属的 这样一个军事基地 观众朋友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就是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 飞行甲板 作为美军执行 海上封锁的急先锋 福特号全长333米 宽78米 满载排水量高达10万吨 拥有4具电磁弹射器 最大载机量达到90架 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海上浮动基地 作为美军的第一艘采用隐身设计的航母 福特号的主要战力是 即将在下个月形成战斗力的 F35C战斗机 F35C是美国海军装备的 第一型隐身战机 也是F35家族中 最大最重的成员 它的机身长15.5米 一展13.1米 一面积达到了62.1平方米 相当于苏27战斗机 在一台F135发动机的推动下 F35C的最大起飞重量 可以达到惊人的31.8吨 是一架不折不扣的重型战斗机 在挂载6枚AIM-120中距空空导弹的时候 F35C的拦截半径 可以达到1240公里 通过机头安装的 APG-81有源相控阵雷达 和EOTS光电探测系统 F35C可以在远距离发现 雷达反射面积巨大 红外特征明显的 图160轰炸机 在F35C全面形成战斗力之后 依靠11艘航母和数百架隐形舰载机 美军将能够在全球各大洋 筑起一道隐形屏障 对俄军轰炸机构成难以忽视的威慑 F35C未来将会成为 美国航母舰载机的主力 美国航母舰载机部队的隐形化 会对俄罗斯空天军未来的全球活动 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 魏老师 我认为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那么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空天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演练 或者说进行这种洲际飞行 一般情况下 它是没有战斗机进行护航的 那么一旦美国的核动力航母上 换装了F35C这种非常先进的隐身舰载机 那么它在全球的范围内 在全球的各大洋上 就可以构建这种隐形化的海空封锁线 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冲突和摩擦 航母上起飞的F35C 就可以针对轰炸机这一类的目标 进行直接的攻击 而俄方并没有这种强有力的 这种掩护的兵力 那么即使说俄罗斯派出了苏-57 针对轰炸机进行掩护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在远海或者说在这个大洋深处 其实F35C它是具有主场优势 因为它身边还会跟着舰载预警机 还会跟着舰载的电子战飞机 也就是说它是集团作战 它有很多的帮手 那么其他国家的轰炸机 想突破美国航母隐形舰载机的 这样的一个封锁线 难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据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军正加强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存在 这一举动旨在遏制俄罗斯的影响力 塞浦路斯距离叙利亚海岸 仅100公里左右 今年4月 西方战机曾经从塞浦路斯起飞 对叙利亚展开了大规模的空袭 有分析指出 由于地理位置十分特殊 驻扎在此的美军飞机 不但可打击叙利亚全境 还将直接威胁科里米亚半岛以及俄罗斯本土 此外 美军正在悄然推进B-21轰炸机计划 据悉 美军本月正式通过了对B-21的关键设计审查 美国空军部长兴奋地表示 B-21正从设计阶段过渡到强劲的制造阶段 并将生产出第一架原型机 由于采用了两台改进型F-135发动机 B-21具备不亚于B-2的战斗力 除了进行远程打击 还能进行战场指挥和空中拦截任务 B-21服役后将对俄军空击和力量构成进一步的威胁 同时美军在海上也没闲着 前不久美国军方声称 美军迈克坎贝尔号驱逐舰在日本海 彼得大地湾展开自由航行行动 报道称 这是自1987年以来 美国海军首次在这一海域 执行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 对于美军的说法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 美舰此次航行距离俄罗斯领海仍有一百多公里 因此美军维护所谓自由航行的说法令人不解 美国两国纷纷在对方的后院展开战略布局 未来双方的博弈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呢 方老师 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可能更多的不取决于俄罗斯方面 因为我觉得从现在美俄双方博弈的角度来讲 你注意到没有 无论是从外交还是军事上俄罗斯做的反制 首先第一我不主动挑衅 我都是被动反制 甚至你打我两拳我才还你一脚 这是俄罗斯 你别看有的时候嘴上很硬 但是实际上你看他操作 土耳其打掉他那架苏两次那架战斗机 他是隔了一段时间才还的手 而且是另外一种方式还的手 以色列冒充他的飞机 结果被人弄的俄罗斯一架飞机 被蓄盖空军打掉 他也是缓了一段才缓的手 包括对美国这几次反制 我觉得应该说也都是控制在一个 有离有力又有节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无论在外交还是军事上 俄罗斯相对来讲都是比较低调的 那么反过来 我们都说每一个巴掌是拍不下的嘛 你美国天天就想天天的折腾俄罗斯 往死里去治俄罗斯 这个事他不能了啊 所以我觉得从美俄双方博弈 这样一个角度来讲 应该说球现在是在美国人 而不是在俄罗斯的脚下 你看最近这段时间 美俄双方非常短的时间内 密集的在各个方向进行博弈 一方面美国在塞浦卢斯那儿 我要搞空军基地 我要准备进驻 那个地方离血压很近啊 那么美国的这个军舰 号称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 也号称要逼近俄罗斯的彼得打底板 你这么一看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 那风烟四起啊 到处开摊啊 那么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我想美俄关系 你说缓和 我觉得短时间内很难再缓和 但是你说得继续恶化下去 刚才我也讲 别讲别的 就中美洲俄罗斯轰炸机 当时去转一圈 到墨西哥湾里闯一圈 你觉得还往哪去升级啊 那会出什么情况啊 大家就我觉得 因为有脑后根都可以想出来 所以也就是一个样子 好的 感谢三位老师的精彩解答 也感谢您的收看 本节目由中国特香型白酒 四测通方域冠名播出 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您可以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jtv.net 或者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好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欢迎您在下周六晚同一时间 锁定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我是梁秋雨 下周见